來 賴醫師請教一下 苦靈是怎麼樣 它的苦 我知道了 我先講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你們這些有耳鳴 有暈眩 有頭痛的病人 它基本上是一個高敏感的 我們正常的敏感線在這裡 不是 我不想講這種普通人好不好 那你們這些敏感的 他在這裡 三分之一 然後你們只要睡不好 熬夜太累 大腦就overload 因為他敏感線很低 很敏感 所以都開始出症狀了 那大腦到壓力到一個程度以後 他是不是要釋放掉 他用什麼釋放 有三條高速公路 就是我研究了三十年才弄懂了 第一條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頭痛 用油氣 頭痛這些 就是這個是主要的高速公路 這是基本的高速公路 頭痛你就會休息 女生生完小孩以後 他不能頭痛要休息 他會忍痛 所以大腦就會走 第二條高速公路 就是暈眩 我暈起來 我就不能做工作 我一定會休息 女生走暈眩 男生走耳鳴 所以耳鳴是 所以我現在常講說偏頭痛的頭痛 是基本款 暈眩是升級版 耳鳴是高級版 那為什麼耳鳴是高級版 我大腦用耳鳴釋放 是最沒有成本的 我不用休假 我不用去看醫生 我就是這樣 我如果能忍受就沒事 他是最不好能的 所以他是高級的頭痛 所以我書上再寫 耳鳴是大腦最溫柔 最高級的疼痛 這樣聽懂 我這難怪你還說溫柔 不然 不然我就跟別人說 不然你是要暈眩嗎 你要不要換暈眩 不要 暈眩要吐到不行 要痛到吐嗎 要嗎 耳鳴是最好的 而且耳鳴一旦有效以後 耳鳴是什麼的 最 是大腦釋放壓力 最高級的方法 好 那他一旦形成這個進入 他可以遠遠這樣 就是吸水流腸這樣釋放 他就會走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最不好成本的 所以為什麼耳鳴不容易好 因為這條路最好 常常痛 常常暈 不是很可憐 好 除了這三條 把耳鳴講成 類似我們是人體的排泄一樣 不是講成 就是把壓力排泄 我現在用這個理論來解釋耳鳴 就覺得所有都通了 以前看不懂了 現在都看懂了 好 所以耳鳴叫做耳窩性偏頭 他不頭痛 就是非頭痛的偏頭痛 其實在臨床上很常見 我現在講的兩條高速公路 一直暈眩 一個是耳鳴 其實還有幾個很常見的 叫抑感痛 什麼叫抑感痛 耳朵癢 耳朵悶 以為坐飛機 沒有 很多人沒有出過國 一直悶 沒有坐過飛機 然後也是眼睛痛 關節痛 還有一個就是你講的 嘴巴苦苦的 他從 鹹鹹 對 苦苦的 從舌煙神經釋放 甚至有些人破嘴咖 一直破嘴咖 有沒有 這是大腦只要壓力過大 他就尋求十二對腦神經 剛才這三條是主要高速公路 其他還有很多神經 有的從腰痠背痛 肩頸痠痛 釋放 甚至最常見的一條路 從彌走神經 腸躁症 所以過敏的大腦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過敏的腸道 他常常便秘 不然就常常一直拉肚子 或者是死好死壞 那有些人他還會有這個兼職性膀胱炎 一直起來上廁所幹嘛 他就是身體壓力到的程度 他一定要找一條神經去釋放 所以這個大腦的釋壓機制 一旦了解了 其實我們身體有很多宜蘭雜症 就豁然開朗 所以你這樣講是說 我的腦子過敏 是表示說我想太多 還是表示我腦筋太好 對對對 過敏的大腦 我常常跟病人也不是安慰 我說你們大腦就是比較聰明 你們就是那個運算速度比較快 你們可以一心多用 去想很多東西 像Yuki跟我講 他跟我講講節目的時候 他還在想別的事情 就是你常常沒有辦法 focus在一點 所以你們是hypersensitive brain 就是高度敏感的大腦 可是你有好處 你這樣速度那麼快 你是不是一下就滿疾分了 你就超載了 所以你就需要釋放 所以高敏感的大腦 他需要從生活 飲食 各方面去調整 對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睡覺都要咬一個牙套 是鴨嘴巴的味道 然後因為你會胡思亂想 就想這個想那個東想西想 優國優民這樣 然後又沒錢 然後就沒辦法睡著 那我現在就是用無線耳機 聽pocats 因為就pocats他有一個主題 你會注意力集中在他 就不會亂想 但你不能聽太好聽的 因為太有趣的 你會被他吸引 你就要聽那種平緩無力聲音 然後就睡著了 沒錯 所以已經沒什麼假油了嗎 所以他有一個方法 他自己講 他已經找到解方 他如果去森林當解說員 與事無爭 沒有什麼壓力 然後很安靜 他其實大腦的用電量就減少了 他就不會 overload 所以很多病人問我說都沒好沒 我說不然還有一招 你去當尼姑或當和尚 你大概好一半 因為你不太會超過敏感線 因為你每天都無意無求 大腦不會用很多 你每天沒事就跟上帝 或者跟佛祖聯合就好 可是我們在上節目的時候 是很用腦的 可是那時候反而又症狀又沒有了 因為你上節目是很放鬆的 因為你就是績笑辱罵 你沒有在 你沒有 你把我們當什麼 他說我 我說我 我有錢 我自己 所以他說他來要來繳錢 來治病的對不對 所以你的意思 是他上節目都沒有在用腦 沒有 我用心 用感情 我用心用感情 我沒有用腦 好 那莫程 你也有耳鳴 有 耳鳴是左邊 我耳鳴在左邊 然後我是因為潛水之後 我回去直播 然後直播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個耳機壞掉 可是這耳機不是新買的嗎 我就換過 這邊沒有聲音 而且是玩 那時候還沒有耳鳴 是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想說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 趕快跑去看醫生 有耳機只適用右耳 這邊適用左耳 沒有 就戴了 沒聲音 我以為壞掉 我以為是耳機壞掉 會 我丟掉好幾個耳機 後來別人剪起來聽說 沒有壞 對 是耳朵壞掉了 不是耳機 對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你這個是耳中風 他那時候跟我這樣講 耳末 突發性耳籠 對 突發性耳籠 然後那時候就是連續 一個禮拜再打類固醇 你就吃藥 後來就是有微微的聲音 我好開心 我想說我要聽到 我要聽到聲音 但是過了一個月 就是這中間 西醫中醫 我還去擦那個針灸 擦滿頭 對 然後吃水藥 一直拉肚子 然後一個月後 就是有一個 噢的聲音 什麼聲音 一直噢 有時候 噢 亂叫 是不是那個 噢 馬里巴里 噢 馬里巴里 噢 馬里巴里 噢 然後就是這樣 我就問醫生說 怎麼辦 我還是耳朵 現在聽得到 可是有那個好像耳鳴 他說對 前面他不敢跟我講 是因為怕我太緊張 然後他就說 其實這個是他的後遺症 那他就說那你在觀察三個月 然後我們就是 就是先這樣 我繼續開藥給你 我想說那要吃多久的藥 三個月之後 我還 我還有去醫院檢查 音頻有一點點下降 對 那醫生也是跟我講說 這個耳鳴觀察 每個都跟我說觀察 我想說我要觀察多久 然後 影響到你的睡眠 有 完全不能睡 白天的時候 大家在講話都還好 OK 晚上就很安靜的時候 就會一直有聲音 我想說這要怎麼睡 後來吃安眠藥 就晚上睡了就 那個可以把它解釋一下 O money back me home O money back me home 所有的錢回來問到 對 然後就是 因為這樣我開始吃安眠藥 從四分之一吃到半顆 吃到一顆 吃到兩顆 我可以睡覺了 但是我隔天起來不能做事 就是我不知道吃安眠藥 起來會沒有辦法 精神沒有很好 對 大概這樣兩年 兩年 那是什麼時候 我二零二零年 大概那個時候 夏天的時候開始 所以以前二零二零年之前沒有 沒有耶 所以那算潛水孵病的一種嗎 不是 我才去泳池五米而已 泳池而已 五米 不到五米 我耳鳴這樣也太丟臉了 泳池算很深了 很淺 很淺 很淺嗎 他是去練潛水 在泳池裡練潛水 我那時候是因為工作 都比較沒睡覺 然後剛好去潛水誘發的 但不是潛水造成 後來醫生有解釋 對 然後就是吃了兩年的藥 然後就是這中間其實講話 到現在其實我是二十四小時 一直持續耳鳴 像剛才在舒嬅間的時候 賴醫師跟Ted在我右邊講話 我會一直聽錯他們講的內容 剛剛賴醫師就說 你也是耳鳴嗎 我想說賴醫師怎麼這樣 跟人家講話 說你也很有名嗎 我聽著你也很有名 對 我也是 我也聽說你也很有名 我想說賴醫師怎麼會這樣 賴醫師這麼沒禮貌 怎麼會這樣說你也很有名 但是後面他說 Ted在說我沒有耳鳴 我就嚇死我了 那我承認我也是聽 你很有名嗎 這問題出來賴醫師嗎 好 那針對這個莫程 賴醫師是怎麼看 我們等一下繼續 來 先休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